火車慢慢的閃開後面的火車 裡面都是一本一本的故事車 再來上當地名的商品行動特殊館 不僅來到婦人故事館 每天10點開始就開放給民眾自由來這裡看車 成品文化藝術基金會呢 在這個暑假的兩週 帶來我們成品輸車的行動閱讀活動 那大概長輸有1200多冊 那成品文化藝術基金會 跟我們的山山美福呢 也送了我們書櫃都在我們的前庭院 可以供我們社區的民眾閱讀 歡迎大家一起親自來看書 婦人故事館光本就不像中輸 而且以婦人在地 和一些鄉土作家作品為主 當時還有專門鐵修兵 準備了故事車和看車檔一樣 帶婦人故事館除了聽故事 還可以來這裡看故事 自己的長輸的部分 可能就是由我們雲林在地的社區繪本 還有一些比較文史類的 或者是我們台灣原住民系列的 那還有我們的文學系列 比如說像林辰末老師 黃村民老師等等的 就是以系列的主題書為主 書家有千多人都標籤 顧書館也在家庭檔中邀請 第一名作家和民眾面對面 直接來活動 當時還有一些進修庫定 也有開養民眾來參加 那我們7月22號呢 也為我們成品書車 設計了一連串的閱讀活動 在早上由我們社區志工講故事 還有學校來說故事 大月份的部分呢 我們還有我們公視假日電影院 雲美週五的晚間6點到8點 會在故事館播放 那夜間的星期五故事館到暑假9月都有開放 都是歡迎民眾來運用這個藝文空間 如果您在唱歌比較看齊 也有不錯的感覺 本來郭書館在書家期間有安排不接活動 想要報名或是了解活動用 可以用電腦或是電話 向郭書館來抓順 記者在旁邊 蔡文博都